Hello, 你好, 夏妙妍又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在东京的红叶情况 可不可以想象12月中还可以有这么漂亮的红叶? 真的, 刚刚今天最新鲜拍到的 所以我都立刻放上来 是的, 其实你不需要特别去找什么很特别的景点 其实现在在东京仍然有很多公园 仍然有这么漂亮的红叶 当然有很多都变了黄 但是还可以让我找到一些红叶的地方 所以都立刻拍了 带大家一起看一下片 Hello, 大家好 那可不可以看到绿油油的红叶在我后面 这个赤板附近仍然是非常漂亮的景色 大家看看 是的, 这里其实就是赤板剑库一带 如果大家离开这边 其实都会知道美术馆在附近 也都有很多文化的一些 无论博物馆或者是一些虎屋 附罗亚都在附近 就是和歌支店出名的那间 所以其实这边都是比较文化区 而且街道是很干净很漂亮 但是它也有一些比较地道式的小商场 食物都不算贵的 算OK的 你可不可以想像 五六百英也有个饭盒 也都是很经济实惠的 皆さん, セリナです この辺は今日撮ったの写真の場所は 赤坂の辺です 早月海岸近くのきれいな街 私はその隣はいろいろ紅葉の木発見しました それで撮ったあげました ここから出現多多漂亮的紅葉樹 当然要告訴大家 解説給大家 介紹給大家 看看東京 澀坂靠近的地方 所以今天有那么美丽 有那么多紅葉樹 12月中才見到真是枉不穆 要介紹一下 其實我在那道街今天吃到很特別 這輛巴士要介紹一下 就是為了慶祝這個遊戲機四周年 就有一架全藍色的遊戲機的下午茶巴士 7000元一個人就可以享受它的下午茶 Afternoon Blue Tea 而在這裏大街的草耀會館旁邊的公園 都種了很多很漂亮的花 還有我先排的就是插的葉卯丹 你看公園裡面有多少種不同的葉卯丹 真的準備過年擺的 因為日本人很喜歡用這種花 是用來插花做過年的 好了我介紹到這裏為止 希望你喜歡今天我的YouTube內容 Subscribe So I hope you like my YouTube content and please introduce to your friend and subscribe See you next time